Hello,大家好,这里是达达聊美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超级惊艳的火龙果蒸蛋羹 首先将火龙果去皮切成小块 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细腻的火龙果泥 如果没有料理机也可以用勺子 将火龙果压成泥 接着把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白糖搅拌均匀 糖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调整 喜欢甜一点的就多放一点 不喜欢太甜的就少放一点 把搅拌好的鸡蛋液过筛一遍 去除里面的泡沫和杂质 这样蒸出来的蛋糕会更加细腻 然后慢慢倒入纯牛奶继续搅拌均匀 牛奶的量不要太多 大概是鸡蛋液的1.5倍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蒸出来的蛋糕口感会更加细腻 把火龙果泥倒入鸡蛋液中轻轻搅拌均匀 让火龙果的颜色均匀地分布在鸡蛋液中 准备一个容器 然后把火龙果鸡蛋液倒入容器中 锅中加水烧开 把放有火龙果鸡蛋液的容器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蒸小火蒸10到15分钟左右 蒸好后不要着急打开盖子 让蛋糕在锅中焖几分钟 这样可以让蛋糕更加弄滑 最后把蒸好的火龙果蒸蛋糕取出 稍微晾凉一下 这样就可以享用了